根据可靠情报 我的儿子王冬冬 和这个医院的一个女护士 一会儿就要在这一带进行第一次约会 我请各位给我帮忙都受受累 帮我这个当爹的暗中爸爸关 如果你看看他们俩特别的般配 今天晚上我请客 有一位算一位 如果你要看那个女孩不顺眼 或者哪个地方不得劲 您就给我来一嗓子 我立刻就让他俩非洲的猴子 不叫猴子 废废 我那边看看 媳妇 我跟你说个事 我也跟你说个事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我化验结果出来了 我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我说一二三咱俩一起说 一二三 我不能生 我不能生 我怀孕 我不能生你怀啥孕哪 快那我头领了 你看看 这哪血不能生了呀 是不是最好 受孕几率低 那不一样 老公 你几率低我都怀上了 是不是跟中彩天一样 好 好 这事你得高兴 是不是 你给姐乐一个 我保证不哭行过 我还乐一个 我问问大夫怎么回事吧 都 哎呀我的心哪一天 出了你那眼小的个蚊子 甚至是 哎呀 咋没有呢 哎呀 你说这俩玩意不能头一回见面就往小树人里钻吗 没准啊 我看看你 车宝子 哎呦 我这车门子 你跑什么晚上 你跑啊 不是我不跑 我不怕来晚了 你着急吗 没磨叽 直奔主题吧 不是 现在相亲 头一回见面就直奔主题啊 你为什么换一下 快点事办了 不是 那个什么 你先听我说啊 就我这个人吧 他没有看上去这么随便 就是我认为我们俩应该先吃一顿饭 互相加深一下了解 然后再谈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恋 你跟谁爱恋呢 你跟谁说话呢 你不是跟我来相亲的白衣天使李小曼吗 谁是李小曼呢 我叫夏巨虎 不是你这是女孩应该有的名号吗 我姓夏巨蟹座 叔虎 咋地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王天龙呢 不是那你要不是李小曼 你跟我扯啥呀 我还找人呢 回来来 干啥 门怎么办 不是傻王门怎么办呢 门怎么办我也不是装修 那你看 呀车门啊 嗯 不是哪地方刮这么俩大口子 就这破新车吗 这车 啊 呀 这车是我爸的吗 这不是啊 啊 我爸的自行车把你车刮了 你爸 啊 红马甲 大胖子 对 就长那样 反正一年365天 我跟我爸天天撞山 你爸妈先撂下来 啊 那什么 我爸的车把你车刮了 然后你妹得绕他 就把我抓着了 是这么个事 对 那明白了 那看来这事是一个意外啊 但是这个意外已经成为事实了 那你放心吧 呃 这个事我管 好不好 紧张你 必须的嘛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担当 既然这个意外 已经成为事实了 那我就不能抵赖了 不管怎么着 对于这个事 我负责 等会儿 这个事你负责呀 对 这个事我负责 你先别管叫老公啊 这事没解决清楚了之前 我还不一定是你老公 你过来来 干啥 哥们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的事实 是什么事实 意外 是什么意外 啊 就这个意外吧 就是我跟他之前 发生了一点 本不该有的小事故 至于事实的话 这就特别的明显 已经都摆在这了 我就说这踩车没那么容易中嘛 大哥你贵姓啊 姓王啊 你师父还住我家隔壁啊 我问你啥意思 你别走 我先你要坚强的相信这一切 我哭 哭你就输了 我哭 老公你干啥呢 我干啥呢 你这样 你让我脸往哪儿搁 你干出这样的事 你让我脸往哪儿搁 不是兄弟来你过来 你激动啥呀 不是你是他老公啊 对 那我问你个事呗 就我跟他发生这个意外的时候 你在场吧 我要在你敢吗 那你都不在场 你掺和啥呀 那这件事这里也没有你呀 那你就到一边待会呗 行 我跟他的事我们俩解决 行不行 行 你不掺和解决 不掺和解决 好 你看啊 事咱们已经出到这了 我该怎么做 你说吧 一千块钱 一千行 一千块钱就行啊 一千块钱抹平就完了呗 对呀 抹平不就完了吗 一千块钱抹平啊 不是兄弟 他说了一千块钱我给 是 你钱是给了 那抹平这个事实的后果怎么办 那一千块钱不就是为了抹平事实的后果吗 对呀 你俩太不是人了 我看你老公这个意思啊 这是非得呃死我 老公啊 你被给人讹跑了 那抹平的后果不得你承受啊 我承受的着啊 不是你老生什么气啊你 不是 你是不是现在觉得抹平没有面子 这么的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我对你表示十二万分的歉意行不行 对不起 对不起就行了 那那那那那你要是觉得我们俩刚才说的这个招不行 你说我得怎么办 不是这个事你看是我做错了 对不对 我负责 我负全责 就这大的小的我都负责 你挺狠的 大的小的都要是吗 一个都不给我生啊 不是兄弟你别这样 你这不逼我呢吗 那出了这个事我心里也不好受 对不对 他毕竟这个事我特别的无奈 你说他就是一个意外 而且这种意外的发生几率还非常低 你看我化验单了是不是 不是我看你查了我呀 你在这埋着谁呢你 不是我没埋着你说的 不是兄弟你冷静冷静 你冷静冷静 你挺会玩啊 喝钱还摇一摇是不是 不是你 你挺会玩啊喝钱还摇一摇是不是 不是你 我给你听了我我告诉你 不是你打的你 不是你打的你 你看你打的你 哎呀我天呐 哎呀我天呐 为什么你老公疯了你看 哎呀 好从哪拿的不放哪去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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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了吧孩子 哎呀孩子疼吗 没事 是不是这样你个招啊 嗯 以后对付这种胖子 你不能拿身体愣撞 那我得咋子 你得用手掐 大招 大招 哎呀 拧翻个热是吧 好 王冬冬你给我过来 干啥 你给我过来 小时候我叫你的话都白说了是不是 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饭菜你不能吃那变味的 鞋袜你不能穿那配不上对的 朋友你不能交跟你不对劲的 女人你不能偷袭人家有爷们的 我偷袭谁了 你别我说 几个月了 不是啥几个月我跟他都不认识 不认识啊 哎这孩子叫下去虎 你再说你不认识 那不我刚才我问了他跟我说的吗 说什么事 你现在你小子行啊 都学会破坏人家家庭了 小腿不长都学会插足了 你是不要脸 你叫你别的脸往哪放 从今以后咱俩一刀两断 以后我再也没你这个爸爸 你也没我这个儿子 爸爸 反了 咱俩转一 不是 爸 爸 你 不是 不是 我打 你干啥 你干啥 你上来你就训我一通 这事到底谁干的自己心里没数呢 跟我装什么糊涂啊 我现在是替你扛雷呢 来 兄弟你别走 来来来 大师兄 我不要了 行 我不管你要不要 就事闹到这个份上 我得挑明了 这个事不是我干的 我爸干的 你俩祸祸祸人 不是祸祸谁 我是他儿子 我就本着負债子长的心态 我说这个事我负责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局面 我没必要了 你乐意哭就哭 你乐意闹就闹 你乐意砸额就砸额 你别冲着我 你冲我爸说去 大爷 大爷 今年高寿我 62 但是身子骨还挺硬实 反正也不如头二年了 哎呦 媳妇 你告诉我这个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是真的 就是他干的 哎呀我的人生啊 哎呀我滚出你们的视线吧 哎呀我的人生啊 我咋有点懵圈了呢 不光你懵圈 我都懵圈 哎呀你们说多简单的事 就是你这个破自行车 把人家车给划了 我说这事我负责 那你说一千块钱抹平 我说抹平 那不就完了吗 你说那老婆脚啥呀 不是那他质疑那么激动吗 哎呦妈呀 他是不是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跟你 推美的你 不是 怎么美 那孩子心眼那么小的 你赶快看看这 他没出来什么 不是兄弟你别想不开啊兄弟 姑娘 别着急啊 你这个事我负责 推美的你 我怎么想你这么乱呢 他人家 他人家 有什么事 吆平 你不再死看看 你不再死看看 你可能这个整个人 你怎么能及到 你怎么办 你为什么 你怎么办 我不想没这样 我不想